肯定没吃过 咱们先来点小麦拉三蛋白 用水泡上备用 这个四季豆清洗干净 咱们放水里焯熟它 然后冲凉水 你看看 滤碗的 然后一条小给它撕开了 这时候咱们切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切好的四季豆不用算水 放在碗里备用 鲜香锅咱切粒 也备用上 这个时候咱们小麦拉三蛋白泡好了 撕一撕 然后给它撕成小颗粒 切成小颗粒 炒馅比较关键 锅里放油 放鲜香菇粒 给它炒香了 黄羊的 把那个小麦拉三蛋白颗粒 也放里炒一炒 去掉水分 放点姜 放点芹菜 出香味的时候呢 咱再来点花椒面 再来点生抽 你看看 这馅炒红扑的 给它倒出来 放在豆角上 最后一步咱们调味 加点芝麻油 来点少烂盐 再来点蘑菇粉 给它和均匀了 关键还得加点水 这馅原本太干了 啥都准备好了 咱就开包吧 师兄们现在到了 豆角馅 豆角馅吃过面 正好了老带劲了 谁不得意是不是 看着小子 正得透了这边的 吃一个烫 吃去面要是学会了 就给我来个关注 点个小红心